詞曲 李宗盛 我是苗栗人 小學 國中都在苗栗念 當然念完了 我們老師覺得 我們應該去台北參加聯考 聯考過程 很不幸的就沒有上建宗 我就覺得我應該要讀第一志願 我就覺得台北公專是第一志願 就從附中轉到台北公專 坦白講 人生沒有很明確的規劃 到了台北公專 我就走一走 什麼叫做電子科 什麼化工科 土木科 走一走 我覺得化工似乎是一個 滿有趣的工程 我覺得到化工應該也是不錯 所以就在62年就進入了台北公專 六十七年畢業 當然你說在台北公專過程 有什麼對我人生影響很大 我想起來真的是很影響很大 一個是它沒有很大的升學壓力 所以我們可以比較自由地去做社團 參加譬如我創新畫面社 後來是當社長 後來是化工學會的總幹事 要編那個學看 那都很累 同學每個晚上之後熬到很晚 還搭公社回家 因為我們後來同學聊起來 覺得那一段是非常快樂的時間 因為一起來完成一件事情 我覺得對在台北公專 對我影響很大的幾件事情 就是社團讓你跟同學相處 創新發明社呢 是讓我覺得創新是可以去改變一個產業 所以我覺得參加社團 是我們提早發展個人的性向 讓我們跟社員跟社會跟學長跟產業有一個互動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 而且是影響一輩子的 那另外台北公專的老師 我認為有幾位其實也是影響一輩子 那像我們的導師叫羅文偉 他是教單元操作 看他上課是非常認真 超黑板 然後跟我們講解 那我一直到擔任材料化工所所長的時候 中間幾乎沒跟老師聯絡 那後來我突然覺得 要謝謝老師 就把老師邀來公演員 他其實很感動 他覺得教書這樣的學生 他很感動 我也很感動 我很慶幸他 因為隔一年農曆年 我又想邀他聚會 他家人接電話說 老師過世了 我很慶幸 前面讓老師覺得 他教了學生 有拯救 剛剛我也找了班上很多同學 大家都感謝老師 我覺得這很棒的事情 另外有一位影響很大的老師 是郭文老師 我後來也邀請他來演講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的成長 如果只是專業是不夠的 當然他非常的幽默 他從股市市裡面 讓我們認識人 有另外的一個心靈成長的機會 這真的讓我很謝謝 所以我邀請他來演講 他也很高興 而且他竟然還留著 我那時候送給他那幾個獎牌 他說他搬家什麼都丟掉 就是留給老師的獎牌 他覺得 是這樣肯定老師 我想基本上台北工專業 畢業其實工作是不難找的 所以我去了第一份工作 是研發工程師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然後台北工專業 在國際是有相當的知名度 最後到了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 他是曼徹斯特理工學院 等於台灣接近成大這個人 到那裡是大概遠見 這裡我是要特別鼓勵 我們年輕的學弟學妹們 每個人發展不定要拿碩士模式 但是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一件研究 一個結果 偶式的訓練會讓你一直想要思考 怎麼去突破 為什麼 結果怎麼會是這樣 想辦法把它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之後 你再去想這個應用在什麼地方 我覺得這個反差就是 同樣一個人 你在這個環境你學習到的是這一塊 沒有不好 但是如果你想要追求另外一塊 那你到那個適當的環境 它會提供給你更多的資源 更多的挑戰 同學之間都是 算是這個全世界來也有一定程度 這樣互相激盪 反而是會把一個人的潛力激發出來 所以我會反覆地去鼓勵我們的同學們 如果個人是喜歡做研究的 去找一個有挑戰 而且原來有基礎的 研究所過的到國外去 你會發現你的成長是那個時候是最大的 一個是學術上的成長 一個是文化上的成長 學會跟不同國家的人相處 我想這種經驗其實是一個人生很寶貴的 所以我覺得我真的是很信任 每一步路都沒想到後面會是這樣子 但是你前面累積的各種經驗和資歷 當然重要的還是專業 最後面還是要用專業來談成雙方可以合作的項目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可能是可以鼓勵大家 平常可以多多涉獵不同的知識 不同的各國的文化 甚至找到一些聊天的主題 我在副院長做兩件最重要的事情 一件就是叫做前瞻計畫 整個工業院前瞻創新計畫 是我在負責的 一年有十幾億 可以重點鼓勵幾個方向 那我同時負責現在叫做靜靈永續 就靜靈碳排環境永續 這是我們說2050要靜靈碳排 所以那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全院性的工作 所以當你到副院長 你就已經看全院性的事情了 以前我有一個同學跟我講 他說你很適合到一個都是高手的地方 我們怎樣把高手的智慧能夠融合在一起連在一起 最後發揮出來很多高手的智慧 這是後面我覺得好像這個也是一個人的能力 有時候你絕對不可能什麼都懂 你的能力把這些高手能夠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看未來重要的競爭 一個是技術突破創新 有沒有創造出產品產業的新價值 在這過程裡面對整個環境的改善有重大關係 所以這兩個是以後是同時看的 我覺得這個就很有意思 就同時有一點人文的關懷 同時有科技的突破 這兩個同時去之後 這個思維又不一樣 所以我又回到我覺得我一路成長過程 人文科技整合 最後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意見 給這個工營業的團隊 當然反過來講個人成長 和我們主管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他可能放手讓你做 那個時候的轉變就是你要提出一些有價值的挑戰的問題 譬如說我那時候負責離電池 離電池時常看到這裡爆一下 那裡爆炸一下 這裡起火 他就覺得這個好像 沒辦法 我已經做到百萬分之一發生事故的機會 但是還是會發生 所以我那時候就 不只是工營業 我還是把台灣幾乎所有做離電池的教授都找來說 我們怎麼樣去設計出一個全世界最安全 最不會起火 最不會爆炸的離電池 我覺得我貢獻就提出這件事情 大家就開始有點子出來 所謂最安全 你必須要有一個基礎理論去支持你 這個專業就要判斷你講的是真的還假的 你提出來的預算計畫是可行還不可行 大家都覺得很有機會 這個在五個裡面塞出兩個 你們去試試看 很幸運的就是我們有一個團隊 他也是無意間發現 我在做電池測試的時候 舉例來講我們是用一根針刺過電池 他覺得奇怪這一顆為什麼刺過去不會爆炸 這一顆刺過去就會爆炸 每一次就是用這種方式做出來就不會爆炸 這個就抓到了一個所謂解決痛點的一個解決 我們就針對這個要深入去研究 那時候又幾乎把台灣做理論者的教授 分析的教授都找來 你告訴我啊 為什麼我這樣刺不會爆炸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個都是奈米等級的 所以很多教授就是透過這個 所謂恆溫加熱的模式 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後來我們就發現 在這個新的Polymer材料裡面 往到一個溫度 它本來是導電的變成絕緣 一絕緣就像我們的保險師 發揮保險師阻斷的效果 本來是導通的 到一個危險溫度它就變成絕緣 讓電和離子不導通那就安全了 知道這句話我們研究了兩年 這兩年過程裡面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當然我還是會說 光靠工研院的研究同能是不夠的 很多深度的研究是教授才比較專注 所以我們把教授跟工研院的力量加在一起 找到了剛剛我談到的 從導體變成非導體 短路的事情變成絕緣 這個是我們非常高興的 所以這個我們拿到所謂國際 去美國百大科技獎去參加 所以那一年這是台灣工研院唯一獲得的 去到那邊當然你也覺得 大家都對你有一定的肯定 我們希望台灣不可能有很大金額的投資 但是你一個突破讓台灣的特色 讓我們技術特色能夠凸顯 就是獲得那個獎項中間發生的過程 是花了很多智慧很多時間 當然很多勤備 過去我們聽到叫做天下無難事 只要有行人 經過這樣走過來我覺得天下有難事 更要有行人 而且要用正向樂觀的態度來面對 我也失敗過很多 那失敗是你一個成長的養分 所以沒有人叫做沒有失敗的 我帶著團隊也有失敗過 那很多失敗的人呢 我回來發現 就是你那失敗經驗是寶貴的 但是很重要就是你要用心 當你用心之後失敗經驗就是寶貴 把對的事情做對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一路要去追求 把對的事情做對 變成了 好 最後我們有千萬元 可憐 應該是因為